各位家长们 这两块布呢 就是给孩子们做的福袋 这个福袋大概是这样子的 跟他们做的手工袋的方式一样 只是下面 我们这边稍微就是 椭圆形 这个袋子可以做些什么呢 孩子们可以装一些他们自己 想要装的 小宝贝啊还是什么 我们可以放进去 所以他的制作是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准备这个珠针 然后剪刀 还有蜡笔 所以这边两块 这个布置布 当拿到了过后呢 在这个底部呢 我们就做一个 让他们用画笔 他们的那个蜡笔 画下 然后我们就把它 剪过来 就这样子 剪了这个部分呢 第二片可以让孩子们 可以沿着剪 那有些孩子们 他可能不能够这样习惯的话呢 也可以叫他 跟着第一块布 这样子 把它画好 然后就用剪刀 把它 沿着画好的部分 然后这样子剪开 然后再剪另外的一个 角 就是把这部分剪了 剪了过后这样 让孩子们看一看 两块布 它是相亲相爱的在一起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 这个珠针 我们需要用到四支珠针 然后这个 这部分 把它 这样子 折起来 要跟孩子们讲 折起来的时候 孩子们的那个拇指呢 大概还要需要的 拇指的部分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把带个 线穿进去 然后拿这个珠针 定位 把它定位起来 接下来 我们要准备一支针 一支针 然后还有线 线要两种的线 一个我们是要缝它 上面这一边 另外我们就要缝它的边缘 然后这个线呢 我们就缝它的 这边我们折起来 就是它的开口处 所以我们开口处 就是这样子缝 穿进来 然后我们打击了 穿进来过后 我们就可以再缝一次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用那个Running Stitch 然后Running Stitch 慢慢下去 然后起来的 上 就这样子缝到 这个尾端的时候 我们就要打结 打结的时候 这个每次跟孩子们说 这个我们可以倒回去 来到这边 再倒回去 对了 刚才那个竹针 这样子放着的时候 当孩子这个定位 他已经可以定了 知道这边很稳固 要很平均的 好 请告诉他们 这个要平均的 而且这个不可以太细 太细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 没关系 拆过又再重做 因为我要确定 我这个绳子 好 我们这个绳子 我们可以做Guru Swing 或者做鞭子 这可以穿进去的 在进行中的时候 这个竹针拿起来 要不然他们的小手 会被砸到 然后这个呢 每次如果这样子 其实蛮用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地上的 可以这样子推 好 来到这边的时候 开始打结 打结 转一个圈 两个圈 三个圈 三个圈过后 我用这只手压着 另外一只手呢 我就把这个针推起来 慢慢拉 然后这边有一个 小点啊 好 这个 可以有圆点 然后我又在 里面再缝进去 缝了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 剪起来 我们一直这样缝 你看一看 这边可以呈现的图案 就是这样子的 一直缝到这边 重点 所以看到是这样 好 老师这个是为我用比较右的线 可以让子孩子们用这个 毛线来缝 可以出现很漂亮的 当这个完成过后 就 这个可以用 咕咕 string 然后慢慢的 或者是编子 然后把它这样子 穿过去 OK 穿过去 穿过去 过后 这样子穿过 可以做比较长一点 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小福袋了